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事儿他怎么那么巧 虽然说无巧不称书 但人生在世 巧合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这事儿就特殊 张作霖为找陆玉春 那可没少下功夫 派出专人带着足够的路费 寻找他兄妹二人的踪迹 怎奈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后来张作霖一想 这两个人不在人世了 一定是发生了意外了 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随着日月的消磨 现在已经把这个事儿几乎忘干净了 你看在这没想到遇上鲁玉春了 这个鲁玉春咱可不是瞎编的 国有七人呐 小名叫玉春 学名叫寿宣 他是北镇人 他给张作霖生了俩女儿 一个叫张怀英 一个叫张怀清 这位卢夫人 自从张作霖死了之后 就移居到天津 一直住的 1974年 5月的时候 这才病故 74年才死 老太太 教子有放了 给张作霖留下俩女儿 那么这会儿咱说的时候呢 他还年轻呢 三十挂灵 正好当年 张作霖不得问吗 玉春啊 你 你 你怎么到了街里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卢玉春叼着眼泪说 哎呀 小孩没娘 说起来话长了 你 你还能认我 张作霖说 救命之恩 我怎能忘掉 而且一日夫妻 百日恩 你的大恩大德 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 这不是讲话的地方 能在大街上讲话吗 怎么办呢 张作霖马上命人 把这疯子 也就是玉春他哥哥玉明 赶紧揪起来 有个当兵的 免得一脱了 裹在他身上 把靴子扒下去 给他套上 然后 把他抬走 赵大夫得治啊 张作霖告诉他清楚 西春啊 你负责这件事啊 无论如何 不管花多少钱 也得把他给治好 然后赶分三江口 明白 这下去了 张作霖赶紧命人 牵过一匹马的 叫卢玉春骑着 作霖把皮袍子脱了 给卢玉春围上 还有那小孩 张作霖还不知道是谁 那就十六七岁那小伙 一块待着呗 直接回到三江口 师指挥部 他这个师指挥部啊 是一个大院套 过去是个土财主 在这找不着第二家 这么宽着 这么好的房子了 所以 临时作为师指挥部 屋里的是暖气铺脸啊 你看师长的会议室 住处能搓得了吗 尽管是临时的 让卢玉春 坐到炉子旁边 一边烤火 张作霖一边询问 玉春 你怎么到底吉林 卢玉春口打哀声 吊着眼泪 把经过江苏一遍 咱前文书正说着 那么卢玉春 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 而且以身相许 张作霖起事发愿 我绝不忘恩 回到赵家庙 马上派人把你们兄妹接去 我们举行婚礼 你们呢 也有了安排了 我这心就放弃了 可是张作霖 在这儿正住着 田小凤 汤二胡 令人找来了 一下边 张作霖找着 哎呦急坏了 你哪儿去了 现在叫王凤平 又把你抓回去了 张作霖把经过讲一遍 可没敢提 卢玉春这事 一则判彼无人 二一则田小凤 在旁边站着呢 敢说吗 就这么的 回到赵家庙 三天之后 张作霖 伤也彻底的好了 派人去接这兄妹二人 结果接人的人一看 傻眼了 兄妹原来住那个院 已经被大火烧尽 一片瓦砾 兄妹二人踪迹不见 只好回去 向张作霖复命 张作霖不相信 亲自领人又看了 一看真那么回事 张作霖放声大哭 叫着对不起这兄妹 你往哪儿去了 看这意思 遭劫了 对不住王凤平 已经查知 是他们兄妹二人 把我给救了 对我他没有办法 对这兄妹二人 下了毒手了 可是经过打探 不是那么回事 如果兄妹二人被捕入狱 他能知道 一点消息也没有 就这么这个线就断了 兄妹二人上哪儿去了 正像张作霖 所预料的那样 后来王凤平 经过侦探 这才知道 有兄妹二人 在柳河沟 救了张作霖 领人来抓这兄妹了 这兄妹耳朵挺长 文方跑了 王凤平怒气不惜 放笠把火 把他们房子烧了 兄妹二人找张作霖 不敢找 心说这官面出动军队 咱要去了 不等于飞蛾奔火 自己找死 就这样 兄妹逃荒 从凤天逃到吉林 离着正解屯不远 有个瑜伽谱子 他们就逃到瑜伽谱子 兄妹二人住在 齐火的小店里头 要饭 那什么都干到 后来呢 卖苦力 哥哥呢 给人家打灵活 他呢 给人家将洗逢坐 又给人家当保姆 什么苦 什么罪都遭了 后来这个瑜伽谱子 有个老头 叫瑜本善 外号叫瑜善人 说老头不算太老 有五十左右寸吧 这人心地良善 把兄妹二人给收留了 瑜善人呢 就有一个老儿子 叫瑜真 就是刚才咱说 这十六七岁这小伙子 瑜真呢 历史名人呢 在国民军 做过北京位数司令官呢 那也是赫赫的有名上将 那么将来有机会 咱再详细交代 这个瑜善人呢 一开始雇了 他们兄妹 日久天长 发现呢 这俩人非常好处的 跟一家人一样 就收卢玉春 做了干女儿 收玉冥 做了干儿子 整天就看着这个瑜真 严然就成了一家人了 他们兄妹二人 也不敢说姓卢了 就改姓瑜 后来又迁居到金宝屯这儿来住来了 也有几间房子 倒腾皮货为生 要讲着生活还可以吧 哪知道近两年来 蒙匪作乱 这蒙匪太缺德 就是红胡子 都骑着马 说个来的跟一阵狂蜂一样 杀人越祸 奸污妇女是无所不为 所到之地把地皮都得刮西吃去 人们要听着蒙匪来了 简直脑人都疼 腿快的都跑了 蒙匪走了之后再回来 这些年就这么昏的 说这话也就是前两个月的事 深秋季节 蒙匪又来了 为首的头子叫泽登巴巴尔 简称叫泽登巴尔 这家才厉害 到这会儿进了金宝屯 又开始烧杀强掠 拐带妇女 什么事都干 就这样 把老瑜伽人吓坏了 听说蒙匪进了金宝屯了 卢玉春 还有和哥哥玉明 拉着瑜珍 酸到壁窖里去了 老头没来得及躲进去 蒙匪就进了屋了 折腾了个地腹天翻 等卢玉春他们在地窖里出了之后 发现天黑了 蒙匪已经走了 可进屋一看 哎呀 老鱼头 什么疯了 这就是说什么 下疯了 神经错乱 你说这卢玉春急坏了 跟余珍 按着他 把他按住了 过两天 他又好了 他们掉着眼泪 把尸体掩埋了 把家收拾干净 还得勉强在这度日 要不上哪儿去呀 天一天比天冷了 打那儿之后 这个卢玉明这病就算坐下了 平常像好人一样 动不动就犯病 也许猫把他吓着 也许狗把他吓着 无缘无故的 神经就错乱 一旦犯了病 要街跑 什么事都干 疯怎么失去理智呢 今天正赶上吉日 吉上人也多 他来了高兴劲 光着脚丫 光着绑子 跑出来放火来了 着了着了着了 就是他喊着 他要不这么折腾 张作霖还发现不了 这兄妹二人 这卢玉春哭着 把经过江苏一遍 张作霖眼泪也掉下来 唉 玉春啊 老实说 自从你们兄妹二人 不见面了 我心都碎了 我一直面面不忘 卢玉春就问 你什么时候当的师长 唉 这一年多了 真是谢天谢地 想不到你出息的这样 可不是 脱了贼皮换了官家 嘿嘿 连伤了多少鸡 才混到了今天 玉春啊 你高兴不 当然高兴 可是我 我 别哭 别哭 玉春啊 我姓张的就是这样 说话算数 十几年前说的话 至今我没忘 我也不能反悔 如果玉春你乐意 你就是我的二夫人 我们马上就举行婚礼 你看这张作霖 还真重感情 玉春激动的不得了 没想到张作霖 不忘前情 凭他的身份和地位 娶什么媳妇没有 车拉船在 那么自己现在落在这个地步 张作霖主动能提出这个要求 怎么能不感人呢 玉春扎到张作霖怀里 也哭声 正高兴的时候 唐二虎从外边进来 他刚得着报告 挑起门帘进屋一看 唐二虎就愣住了 有心推出去 没那个必要 他跟张作霖也无分彼此了 假装没看见 把脸一甩 张作霖赶紧把手松开了 卢玉春扫了个大红脸 张作霖说 玉春啊 礼物也闲着呢 你到屋里先休息休息 好吧 我那兄弟余真 快可怜的 全家人都死了 虽然不是我的亲兄弟 圣似亲兄弟 求师长要格外关照 没说的 你兄弟就是我兄弟 那还有说的吧 我指定安排 你们姐弟俩人都到里屋夺夺 上这儿说话 什么爱事 他们姐弟两个人进了里屋之后 把门关上不提 张作霖把身子挣了上 你找我有事 唐二虎一看屋没人 把眼珠子挣圆了 有事 当然有事了 我说老嘎子 怎么回事 你不是这个人 到白天搂搂搂 干嘛呀 你可真动了感情 可你还哭了 鼻子头还红的 这娘们是谁 刚才我听说胡了八度的 我问你现在可是市长 这可前线呢 你要这么办 首先违反军纪 到时候军心散了 我可没法归落 哎呀 我的二哥呀 我怎么跟你解释 你超吃什么 你知道他是谁 他谁呀 你忘了他不就是当年 新民府劫阀法厂 我闯重围 马跳柳河沟 我受着重伤了 我让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 你见我那会儿 我还跟你指引过 我说没这兄妹 我就命保不住了 这不是那个卢玉春吗 哎呀 哎呀 想起来 想起来 二虎拍了拍 大黑脑袋 对不对 有这么啥 真是他 那还说得了吗 可这事怎么这么巧 在哪儿遇上的 在金宝屯 我打算给大家买点皮货 巧玉玉春 他们怎么挪到这儿来了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张作霖呢 还得详细跟他解释 最后二虎拉把椅子坐下来 我说老嘎嘎 你别觉得你是市长的 对不对 关上门 咱还是哥们 有什么 我得问你点什么 我说你搂搂搂搂的像话 你咱们干什么 二哥 刚才我对玉春说了 我说话得算数了 人家以身相许 我不能对不起人家 我打算娶她 娶她 做你的二夫人 对 那不行 没想到二虎冒出这么一句 张作临机皱眉 二哥 为什么不行 我说不行 就是不行 我说老八的 我问你 你要娶了卢玉春 你把田小凤 置于何处 哎 你们家那点事 我是最清楚的 你跟小凤妹妹怎么说的 你说叫她排行 多得你的原配夫人 不在了 续贤的时候 头一个是田小凤 现在保持兄妹之情 田小凤 我那大妹子信守诺言呢 到现在不嫁给旁人 为啥 不就等着你呢 现在我那弟妹 奄奄一息 我也看出来了 有今儿个没名儿个 给你扔下仨孩子 他也要玩呢 当然了 你正在青春鼎盛之时 能说不娶媳妇吗 那没人拦着 但分娶谁 你要娶田小凤 那咱没说的 你要想娶卢玉春 那不行 那田小凤要知道这个事 谁跟你玩一玩不可 你怎么对卢玉春说话信守诺言 怎么对田小凤就不见得 将来田小凤要指着鼻子尖质问你 你怎么解释 这 二哥 不是那么回事 你是知的 你是知的 田小凤是我的干妹子 对我不错 七月十日 我许过这个愿 但是那无非是唐赛而已 我能跟他结婚吗 那是我磕头的妹子 我要娶我的妹子 我欺负被人指我的几年五吗 可小凤执意不嫁旁人 那是他的事 再又说回来 我跟卢玉春 有约在先 我们睡了觉了 我如果说话不算数的话 我张作霖成什么人了 二五七的直播了脑袋 反而这事 我想不通 正说着 孙烈臣 郑翠平 袁金凯 陆续都进了屋了 也不知道他们俩人在这 抄是什么玩意儿的 张作霖一看来的正好 都请坐请坐请坐 今天不是军事会议啊 咱们探讨探讨我家庭的事 大伙都听着气儿了 也想问个究竟 所以他来的 一会儿凑了十了个 张作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 孙烈臣说 师长啊 你这么做不算不对 应该这样 男子汉大丈夫 不能言而无信了 论思论功 这个事我都双手赞成 唐二胡咧大嘴一笑 我告诉你 孙烈臣 孙大哥 我现在发现你这人 就会顺情说好话 老咋都说什么 你都说对 我看你别的出息没有 刘虚 你倒长进了 孙烈臣苦笑一下 我兄弟 你说话损点 这玩意儿叫刘虚吗 拿你来说 你跟田的鸭子结婚了 你跟人家睡完觉了 许了愿了 到了时候 你不要人家了 怎么解释 你能干得出来吗 当然我干不出来了 可是我那没有等着排号的 要有排号的 也不一定 他老嘎的这不有排号的吗 将来田有风知道了 怎么办 你说 四列臣一想 还真是那么回事 问张作林 兄弟 那小凤那们 你怎么解释 最好别闹矛盾 咱也不是说叫他尽美尽善 但是呢 也别叫他出刹头 小凤心如烈火呀 等了你十个年了 一旦听说你娶了卢玉春 他都得气疯了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 兄弟 你也不能不考虑 张作林把脚一跺 行 别说了 小凤那方面 有我安排 今天那咱们哥几个 坐在一起了 我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了 我只要求在座的各位 替我保密 再展示一下这个事 千万别让我妹子 天小凤知的 你们能做到不 大家说那还要说的 当然不能叫他知道 好 我谢谢各位 我的意思是 现在没时间结婚 他可以随君 跟着咱们走 另居别市 找俩女的服侍他 他够苦的了 让他想想服侍 你们看什么地方好呢 先展示租几间房 让他住去 一旦解了通辽和白城的职位 咱们打了圣战 马上我们举行婚礼 生米做熟了饭了 就是我小凤妹妹 再不答应 也没办法了 哪怕我给她跪着 给她磕想头呢 我也要求她 别生我的气 我相信我妹子通情达理 我把前言后果 好好跟她讲一讲 她一定能够原谅我的 大伙行 我们没说 同意 同意 到时候我们替你一块说好话 就是这个 就这位 您得好好咋对咋对 大伙对他二虎不放心 张子林哭通 给他二虎跪下 因为这私事 二哥 能原谅兄弟不 兄弟给你跪下了 我就要求你守口如瓶 千万别把这个事 给我张扬出去 二哥 行不行 快起来 起来 好吧 老大大 其实我替你着想 我怕你到时候做辣 可你觉得有把握 我算干什么吃的 对不对呢 倒霉的时候害的 只不过是田小凤 到时候他要不挑理 那么当然更好了 就这么的张子林 全砸腿好了 您记住这茬 他胡嘴是这么说的 心跟嘴是两回事 什么叫守口如瓶 后来他到底 把这事给捅漏了 还有一段书叫 田小凤 提双腔 大喊道 洗汤 听众朋友 如果您想反复收听 空中书场 请拨打收费电话 266-54321 266-54321 长篇评书 乱世枭雄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责任编辑张红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咱们 按摩